哎呀 跑下去啦 站起来啦 站起来 再拍好了 旅馆房间内警方强势攻坚 当场逮捕嫌犯 另一头还睡得正香甜的饭嫌 警方拿着手电筒不给反应时间 指导犯罪据点歹人 破获这起犯罪集团 他们利用脸书刊登假求职广告 诱骗被害人到旅馆面试 随即将人压进房间内囚禁 并要求交出存折与手机 还恐吓被害人 如果不配合 就会像柬埔寨一样 将你杀掉转卖 被害人心生畏惧 只好就范 而警方之所以破获整起案情的关键 竟然是因为 之前有位成功逃跑的被害人发现 曾经囚禁他的饭嫌 出没在台北南港某旅馆外 怀疑他们转移据点重操就业 立刻通报警方 远警确定饭嫌位置 14号凌晨上门攻坚 逮捕李信等四名饭嫌 并在三个房间内救出三名住宅 那我们警巡后 也依这个妨害自由 诈欺等罪嫌 已请自营地坚署 整办并且现行积押 警方在现场查获毒咖啡包 和被害人手机及存折 所幸三人最后平安获救 但就怕还有更多受害者 警方不敢大意 持续向上溯源搜查 杜绝台版柬埔寨事件 再次发生 记者姚一强 汉雅乔新被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宝器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底